美国总统川普 接受福斯电视台节目电访 发豪语表态 护港有功 川普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认为就是因为有他解放军 才不敢入港 原本死守离大的示威者 这几天陆续离场 可能就是为了24号的 区议会选举 而这也是反送中爆发以来 首场主要选举 因此隐含了公投意义 希望真是多些 真真正正是为香港 争取民主自由 和法治的议员可以出来了 登记选民比去年增加快40万 参选也是空前踊跃 就是要把光复香港 转为投票竞争 港府不敢大意 担心选举当天会出现骚乱 以计划派驻震报警察 进驻投票站 我们在票站里面 是会有足够的人手 去确保票站的安全 民主派和亲中派候选人各有盘算 选民踊跃参与趋选 因为怎么样也好过 将自己的命运交在他人手上 三地新闻 陈思伟报道